据介绍 十四五时期 我国可再生能源将呈现 大规模高比例市场化 高质量发展的新特征 规划提出通过加快 九大陆上可再生能源基地 五大海上风电集群等建设 来引领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 三北地区主要搞基地化 规模化集中式的开发 西南地区主要搞水风光一气化开发 在中东南部地区 主要实行分散式分布式开发 在沿海地区 要加快海上风电的开发建设利用 规划明确 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 加快建设黄河上游、河溪走廊 黄河几次湾、济北、松辽、新疆 黄河下游等陆上新能源基地 藏东南、川滇、乾贵 两大水风光综合基地 以及山东半岛、长三角、闽南、越东 北部湾五大海上风电基地集群 同时 重点推进技术创新示范、开发建设示范、高比例应用示范等三大类18项示范工程 加快培育可再生能源新技术、新模式、新液态 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